先用聽的好了 來 這個 哈囉 哈囉 你 Maggie 我 Maggie 他 Maggie 同學們 Maggie 這樣大家做同學可以來Maggie一下對不對 加入Maggie同學會 有什麼不會 Maggie同學會 邀你一同來學會 我會同學 上課我們最喜歡聽到這個 我會我會 現在不是同學有沒有問題 好不好 對不對 我們希望上課的氣氛能夠改變一下 能夠改變一下 來 各位畫面借我一下囉 這個其實是我們一個教育廣播電台 中午的 中午的 Maggie同學會 他的那個台湖 那其實我覺得蠻不錯的啦 因為其實真的 教學現場就是要稍微翻轉一下 讓大家都是比較愉快的學習 那現在我們剛剛有提到齁 除了就是那種自學的方式以外 另外台灣現在各大專院校 也都在推一個叫摩克斯 那這是直譯啦 MOS 在大戶的時候做什麼 木課 羨慕的木 木課 那這種呢其實都一樣 也就是說 現在大家的學習不再只是在教室裡面 現在你要出國留學 也許沒有這個這個 但是沒關係 上網很方便 你就可以上到很多所謂的民視的課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 其實您可以到 除了聽這個廣播的介紹以外 您也可以到我的部落格 部落格上有特別針對就是 台灣比較 不用不用我這邊已經有放了 在下面 來 台灣的部分 台灣某克斯入口 您從這邊就可以看到很多 跟這個其他學校的 但我還是蠻鼓勵各位 它這上面只有一部分 一部分 就整個各校的 但是還有一部分 其實是沒有放在上面的 就是沒有補助的那一種 那沒有關係 重點不在那裡 我們可以從這邊 你就可以在線上呢 找到很多的學習課程 像我自己也有線上在學習 對 也許沒有空 比如說像 我來這邊我可能就要 從台中跑過來 對不對 但是如果每個禮拜都這樣 或者一個禮拜好幾天 也許 你就會覺得 有熱情 但是沒動力 那怎麼辦呢 所以就 有病毒 你可以從這邊 找到你喜歡的 找到你喜歡 比如說我們搜尋一下 那你喜歡的 就直接加入就好 請問 我之前在一個 FB社團那 分享這個訊息 有人問我 要不要收費 當然不用收費啊 現在台灣的來講 是沒有做任何的那個費用的部分 那不交作業怎麼辦 我覺得我只能跟你講 一切自主學習 開放課程自主學習 你不交作業 跟大會的事情 了解齁 他一樣 因為他是摩克斯 他所以其實 有點類似我們一般的課程一樣 他可能就是 還是要有測驗 有的會有交報告啦 甚至 摩克斯線上平台 他會所謂的互評 作業的互評 或作品的互評 反正 你只是來看的 你就用看的方式 就走到尾巴就好了 這樣了解啦齁 所以你可以參考 你就找看有沒有你有興趣的 事實上這個課程是蠻多元的 所以以後我們學習 不會是只有在教室裡面齁 您在家就可以自我學習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另外呢 還有一個也蠻特別的 這在國外其實都有啦齁 只是在台灣的話 這裡有一個 有沒有課程也可以募資喔 對啊 不然比如說你看 你來我們中心這邊 搞不好有幾個課你想上課 是就沒有那麼多人 這邊沒有那麼多選要上啊 課就開不起來啊 要怎樣 你就來這裡許願一下有沒有 有沒有 課程許願池 我想要上什麼課 如果你有能力的 我也可以來這裡開課啊 這樣了解嗎 好那 所以呢 這個線上課程 那這個就沒有人數的限制 不過他就是以影音為主啦 就影音為主 這跟摩克斯有點不一樣 有點不一樣 他是以影音為主 那麼其實說真的 在台灣的這些都還是比較起步 可是反觀我們的大陸對岸 欸 就比我們成熟多喔 而且有更多的什麼 就是課程可以選擇 好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 你就來找 大陸的這個稱作什麼 木課 你可以參考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啦齁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我們這整個延期進行中 如果你不好意思舉手的 你可以來這邊 來這邊做所謂的 線上留言板留言 對你把這邊點一下就進來了 那進來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只要用瀏覽器就可以了 好 只要用瀏覽器就可以了 那您進來之後呢 他會有問你 就是你要用 有帳號的 就從這邊登錄 沒有的就用訪客有沒有 那進來之後 他會請你說 欸 請你輸入一下 你要的名稱 你的姓名 或者是你要顯示的名稱 你用底名啊 那些都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待會呢 就是課程結束前 會讓各位選一下 就是大家比較方便的這個時間 還記得我們要做線上的 對不對 欸 我們大概下禮拜 或下下禮拜了 就是要做線上的 那你有來 怎麼參加 就是進到同一個地方 就進到這個地方 那 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直接用怎麼樣 直接用畫的也可以 有沒有 用筆寫嘛 那另外一個 你要加文字的話 就是用這個評論的工具 或者你要加上 欸 我說 你可能要問一下 欸 有什麼圖片啊 或者是網路上圖片 影片或聲音 也可以從這邊加進來 也可以從這邊加進來 所以我這邊呢 我先點進去給您看一下囉 你看 點進來 好 有沒有 是不是這裡有一個 你就選右手邊那個 當作訪客就好了 當訪客 好 那你進來之後呢 就顯示一下 你要叫什麼名字 比如說我這邊是T-shirt 用中文也可以喔 好 用中文好的 這樣可以喔 好 OK 進來 那進去之後呢 我們下 就是選好那個時間 我們一樣就進到這個線 線上的這個會議裡面 現在有沒有進來了 對不對 好 那你進來之後呢 比如說欸 如果你要做畫圖的 你就告訴他 這裡 對不對 我不太了解 你可以自己寫嗎 哈哈 好 原則上只能改自己的啦 所以你如果改好的 假設你這個寫好了 你要移動他 你就點到他 你可以 去移動他 那如果 你這個要拿掉 你就點到他Delete 有沒有 鍵盤上的Delete就可以拿掉了 當然這個是 你用滑鼠寫字 你如果覺得 這樣不太好笑 其實我剛剛有看到 有幾位是用平板嘛 這應該也還好 那如果你覺得說 我還是喜歡用打字的 你就從這邊 你就點一下 有沒有 就可以進來了 就可以 就可以用打字的 這樣了解 可以拿齁 阿當然你喜歡 放這邊就放這邊 不喜歡放這裡 就自己移到 看得到的地方 哈哈哈 他會 預設會有一個 這個圈圈啦 就是那個箭頭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 還不夠的 你可以從這裡 你插入自己上傳檔案也可以 或者是 網路上的影片也OK 那你不用擔心說 阿糟糕 這裡版面已經不夠寫了 不用 沒關係 這個 可以這樣移動 有沒有 你今天不夠的 來用這個 你喜歡 因為有些人喜歡躲在角落 有沒有 你就放遠一點 我也會看到你啦 可以嗎 哈哈哈 這個還蠻好 那我們 下個禮拜在線上的時候 我就會請各位 可以的話 你可以把你們家的這個 視訊打開 你就會不小心 會看到我 反正我一定會出現啦 你有打開是最好 沒有的話 我看一下 應該 喔 還沒有出現 應該這裡會有 齁 我就可以跟你說 你會看到我在線上 OK 可以啦齁 這是我們下次的時候 那我們下次可能會有什麼 做這個對話啊 就可以在右手邊這邊 好 如果你不方便 用講的 也可以在這裡 用打字的 這樣可以嗎 可以啦齁 在右手邊這邊 所以這樣這個留言板會不會用啊 OK 所以麻煩各位囉 你可以先練習看看 為下個禮拜做鋪路這樣 好 來還給您囉 好